大家好,我是班达,我是小伙伴,那我关键一把大龙的机械师,这方面先知前锋机械杂技,这方面来讲,这要是游戏速度非常快,但是上来的话已经是被雕刻夹锁定了,看大龙这边压脚步,我们镜头还是多以大龙视角来看,压一波脚步悄悄的往大防绕娃娃这边,应该一刀没了,这个娃应该还是要放掉的吧,感觉这个娃应该是要放掉的, 可能会往那个大防附近放一下,然后人再拉点嘛,这没办法,因为现在去选择这个雕刻夹选择在你旁边,那你这个也只能是这样拉点了,6我觉得是6不太动的,因为这个交互点以这个S1雕刻夹的这个实力来讲的话呢,我觉得你想要靠交互点6起来比较困难,比较困难,大龙这边的话没有放娃,这个娃是准备来扛刀吗,准备扛刀, 也不是不行吧,打了一刀前锋,那这样的话机械师这边是,前锋刚才的话是拉球想撞,然后被雕刻夹就预判到了,娃娃这边怎么放,这个其实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点,因为我刚才觉得这边娃放了,然后去那个补前锋的机子会不会是一个好选择,人再拉走嘛, 但是后来想他这么放有没有原因,就是第一这边可能可以扛一个闪现刀,第二个呢就是我娃放了,如果说被你打掉的话,多给你刀吹在杆,你就更快到二阶,那后续可能就真扛不住了,大龙这边的话,来娃娃扛,来撕啊,还是满血的,1分40秒的,还满血,先知还有一只鸟,一甲有, 第二甲怎么说,前锋的话这边机子,没有修掉,前锋这边是那个,先知飞轮,哇这把是一个飞轮,我没想到,机械师带了一个飞轮,还砸了个板子,那这样的话单台还有一个加速,贴边预判闪现,哇,好帅哦,这波贴边预判闪现,你们看到没有,这把我觉得我们,第一视角来看大龙的这个操作,真的是, 收一波风啊,收一波风,现在的话,先知还有一只鸟,外面的机子,先知应该在补大,那个前锋的机子,那杂技修掉,还差一台,还差一台新机,前锋这边的话,如果能卡半就下来,要不要需要帮助一手,雕刻家这边手里还有雕像,需不需要帮助,打一刀鸟给上,还行嘛,那前锋要不撞一波,先秋秋秋秋,漂亮,大龙这边的话,拉到大房,大房, 这边码机是已经修掉的,拉死脚点嘛,拉死脚点,杂技的机子好像也能修掉,前锋这边的话,应该是要准备修新机了,但是雕刻家这边似乎不想让,因为前锋这边倒地呢,雕刻家才有去翻盘的面,如果前锋这边不倒地,前锋这边修机子,其实球者这边杂技手里,如果还有个薄命的话,这个局势能拖出一个四人开门站的,因为先知这边呢,待会儿也能过去帮忙补前锋的机子了, 这里过来,不管这个机械师了,来找先知,因为他这边知道,知道这个机械师,机械师已经躺到的位置的话,我盖了不到太多东西了,投粉厂,来秒前锋,来前锋给到前锋,好像秒不掉,秒不掉的话,这局我觉得有点难了,外面的话,机械师这边立马重启机子,对,这个时候就是,我一台机子被干扰了,我现在求人者这边没有上挂飞的人,我机械师就是让你来抓的,你来抓我,你抓我,我倒了,我外面的队友的机子就削开了, 应该是一个四人开门站的,应该是一个四人开门站的,杂技这边补机子,机械师这边翻箱子,然后先知的话,这边靠着,还能吸活鸟,能吸多少是多少,机械师还翻出了半颗球,主要机子拦不住,主要机子拦不住,这只鸟应该是能吸出来的,直接了,现在前锋二挂,机械师二挂,但这两个人手里都有球, 密码机的话,我觉得这边前锋和先知两个人,继续去修刚才大门的机子就可以了,对,就两边修,大家可以看到,这种局就是,你要保证的是机子的一个进度,就我机子一定要能修开,不能说什么打架啊,宝啊,打了半天啊,好了,雕刻家这边伤害拉满了,然后,你这边确实拖了更多的时间,但是并没有把这个时间转换,密码机进去,那么这一系列都是一个徒劳, 机械师的话现在有点修不动,但修不动也得修,两边都要修起来,杂技倒地,前锋这边,先知的话过去救人,吸鸟救人,前锋这边的话机子,机械师的机子应该都能够压好,所以说这个机子应该是拦不住的,机子应该是拦不住的,特别前锋那边,机械师的话那边可能,先知待会受伤,更加修不动,主要秒,要秒,但前锋的机子应该没差多少了,前锋这边机子够了,镜头给他打了, 吃实底刀,密码机点亮,私人开门战,这个局大概率三跑了,因为这个局因为我觉得穷者这边,有的东西太多了,你说这个戒是上话飞,然后手里面是个白板,那么击倒了,传送了,可能还有机会,这机械师,手里还要半颗球呢,你搞不好待会儿拉一波球,跳地交,往前一个四四跑都有可能,幸好地交不在大房了,地交大大房,地交在中场,我觉得这个局都有可能四跑的,翻个板子,压个素, 等,等队友,等队友,等队友开门,还真有可能要四跑,来,今天给他打大龙,这把主要大龙前锡的一个拉点和牵制,确实做得太不错了,太好了,走了,走了,走了,全走了,砸机也快走,我这里有地窖,拉球,好的,飞轮,应该够了, 这边的话,故意没跳,好的,没事,赶紧个朋友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